受肺炎疫情影响花莲立夏出产的大西瓜产销也受冲击 现一会农政小组总招王燕美5号亲自率领小组成员 南下玉溪地区农会来了解目前的产销改况 也前往了西瓜园听取瓜农的心声 王燕美他也捎来好消息说 现一会六大小组共同订购花莲大西瓜 要增加瓜农们的农产收入 正值花莲大西瓜产季 主要与大饭店餐厅等为主要销售市场 现在却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波及 市场较不活络 今年大概剩下两三成的那个三十斤的没有 真的就是西瓜 你看看整个都比较小 在中在秀古兰西河床杀利地的玉里大西瓜 香田多枝杀很大 产销却受到了疫情冲击 现一会农政小组高度关注 今天在总招王燕美的带领下 会同了县政府农业处长罗恩龙 南下预西地区农会了解目前的产销概况 今年都没有办法办 所以就很可惜 所以我们今年跟政府合作 就是在做网络的行销推广 做一个互动的网站 然后让大家在网站上面 可以一方面你们一边享受吃西瓜的乐趣 一方面也了解一些西瓜的 它的小故事等等的部分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我们讲宅经济 瓜农自产自销 而玉西地区农会在疫情冲击下也搭上宅经济的列车 县政府也参一咖 共同为优质的花莲大西瓜杀出一条产销之路 我们有一个架设一个网站叫做花莲先送 那各位只要打这个花莲先送这样的一个网站 就可以把我们花莲所有这些瓜农 他们所生产的这些各种品牌的一个西瓜 都能够呈现出来 他们的外包装 他们的联络电话 他们的相关的优惠的一个行销的一个措施都在里面 所以只要点进去 那我们所有花莲的这一些瓜农 你都可以一目了然可以看得到 所以可以直接跟他们来做一些联系 来做一些架构 事实上由于今年花莲 达西瓜与云林等西南部地区的西瓜产区产季相冲 大量西瓜同时进入市场竞争激烈 在西瓜园田间环境环保管理之外 而协助瓜农有个丰收年 议会农政小组预定购买能量也不落人厚 所以我们小组也带来了礼物 就是我们六个小组 现在已经有五个小组同意给小组买了十里 可是要分了 六个小组的话 必须我们要去三个地瓜产区 西瓜产区 就是凤容 还有寿峰 就是六个小组 到最后我还是会逼民政小组去买 就是这个农会 一人分配一百粒 还有就是说我们议展 也特别 恬起我们农业小组 给我们扣打 给这一心一百 给这一心一百 谢谢议员 县议会农政小组总召王燕美 与小组成员高小陈 陈英妹 柴仪静与杨华美等议员 下乡实地考察西瓜产销概况 前往西瓜园 听取瓜农门的心声 更带着县议会议长张俊 与议会六大小组的订单礼物 增加西瓜农门的农产经济收益 也希望乡亲民众多多支持 以实际的购买行动来力挺花莲 在地优质的农产业 记者是玉兰玉理采访报道